在湖南长沙有这样一位名叫霍伟的河雕师傅 他是极贯陕西的山东人 却在长沙开办了一家河雕工作室 并接纳喜欢河雕艺术的人来此免费培训 霍伟在专心研习河雕技艺的同时 也不忘对其创新发展 河雕是以桃河、杏河、橄榄河等果河雕刻成的工艺品 以作为中国传统民间微型雕刻工艺 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种化遗产名录 出生在山东维方的霍伟 从小便是在河雕工艺的耳濡目染中长大 我这个是从小也有这方面的爱好 然后家里有一个爷爷以前留下了一个老作品 是一个钟葵 看到这个作品可能是我的启蒙作品 自己在就是慢慢的经验 就是走向了这条路 2014年经朋友介绍 霍伟来到长沙开办了这家河雕工作室 他告诉记者 将生活融入作品也是自己多年来一直遵循的创作思路 我这个雕刻呢 首先我希望是就是结合自然 尤其是陶河的创作的时候 尽量保持它原有的纹路来进行创作 不要去改动它 这是艺术与自然的一个结合 在做一些橄榄雕刻的时候 我希望尽可能去写生写实写生活 据了解 河雕是中国民间的传统手艺 在制作工艺上以前有南北两派之分 河雕呢在大概四五年以前吧 还是分有南派和北派之分的 北派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刀劈俯砍的这种工艺 然后南派呢讲究的就是一个行云流水 现在这个网络的这个普及呢 让这个艺术家们也可以进行就是一个互通 现在的差别已经不是那么大了 大家都会去学习对方的长处 来弥补自己的短处 像我们现在创作的作品 也都是南北结合的 2012年 霍卫研制出将宝石镶嵌于河雕的制作工艺 用裹盒制成戒指 再将宝石镶嵌其中 这也使传统的河雕记忆得到了发展 因为你看玉雕呀木雕呀 它们都已经形成自己的体系了 而我们河雕其实也是很古老的一个 而且是一个国家级的飞翼项目 它现在就是只被很小众的人了解 而且只存在于 存活于这个文碗圈子里面 我觉得太小了 我认为它能有一天能走向更大的艺术殿堂